哈囉大家好,我是Betty,我現在人在瑞典 那我今天呢,就要來分享 10個交瑞典男友的優點 第一個,我覺得瑞典男生很尊重女友 因為我們在交往的過程呢 之前是分隔兩地嘛 所以我有時候晚上會跟朋友出去聚會啦 去酒吧啊,或夜店啊 KTV唱歌,其實他都不會有什麼意見 他反而會覺得,欸這樣子不錯啊 我可以有自己的生活 住在一起之後,如果他有假日 他也會先問我說,看看我有什麼計劃 然後他就會把時間排給我 我們出去吃飯啦,然後或者是去玩啦 基本上他都會先問你的意見 第二點呢,瑞典男友給我的安全感很夠 因為我們之前可以遠距離這麼久 是英,覺得他不會在別的地方亂搞啊 這個安全感來自於瑞典人的交友圈 基本上還蠻封閉的 他認識的朋友就是那些人 當他說他要出去的時候呢 我就會非常的放心 再加上呢,瑞典人的聚會文化 也蠻特別的 其實他們都是在家 不管是去哪裡,要出去吃飯啦 喝酒啊,什麼什麼的 都是在家裡 冬天冷嘛 餐廳櫃啊,等等的都是原因 所以他們常常男生在家裡喝完酒 然後就是倒頭就睡 對他們來說好像比較方便 好,那再來第三點 居家大小事他都會做 他這一點算是讓我非常的佩服 新的燈啦 或者是因為我們最近在改造家裡嘛 那就有一些idea 跟他分享 他就覺得,喔這個可以啊 他會做 不管是簽電線 定幕,反正所有廁所的東西 他都會裝 如果是在台灣要重新裝潢家裡 一定會請人 可是呢 在這邊他就是一個人包辦所有的東西 第四點 我男友呢,算是非常樂觀的人 嗯,我覺得這個跟我們兩個國家教育的方式不太一樣 像瑞典小朋友從小就是以玩樂 呵呵 為主 這種天生樂觀啊 然後開朗的個性啊 完全就是 深植在他們的內心 這種極度樂觀的個性呢 在疫情期間 其實對我們的感情上有 非常大的幫助 當我知道就是疫情爆發 所以我們可能不會 像之前一樣那麼常見面的時候 我就有 先問他是說有沒有要就是先放棄還是怎麼樣 可是他就是跟我說沒有 他沒有想要放棄 之後呢 我們也有隔個大概一年幾個月的時間都沒有辦法見面 真的是 對,就是這段感情算是有一點懷疑的時候 但他不一樣 他就覺得 如果我們撐過去了 那之後 不管我們遇到什麼困難 都不會比現在這個狀況差 第五點 瑞典男友就是 又高又帥又浪漫 就這三點真的是 太棒了 瑞典平均人的身高 男生嘛大概在180 女生呢 差不多都是165左右 北歐人我覺得算是平均都蠻高的 之後我搭飛機從亞洲地區搭到北歐 然後一下子就是全部人都變得好高 我有點不太習慣 然後再來是呢 他浪漫的地方是 譬如說我們就是喝了一點酒 然後聽到音樂 他就會起來說 那我們跳個舞吧 真的是歐洲人才有的這種 浪漫的血液 他的那種浪漫不是刻意的浪漫 他是因為整個的氣氛很浪漫 所以他也變得很浪漫 或者是我們有時候 像冬天嘛 我有時候煮個晚餐啊 然後我就會想要點蠟燭 他那種浪漫的音質又激發了 他就說 那我們把燈都關掉好了 就變成燭光晚餐了 在生活上的小情緒 我覺得瑞典男友 就是對我來說真的是 100分 第六點 瑞典男友呢 不只有高又酸又浪漫 還會煮飯 是因為他們從小大概來17-18 就離家 自己搬到外面去住 所以基本上呢 男生每一個人都會有煮飯的技能 算是文化的差異吧 因為他們在外面沒有 像我們台灣有小吃啊 那種很便宜的銅板美食 他們在這邊吃一定是很貴的 男友呢 不只會煮飯 然後又會用甜點 像之前他弄的 法式布雷 超好吃 我每次都一直叫他做 他基本上弄了很多菜給我吃 比如說像 肉醬千層麵 瑞典的 之前我影片有介紹過的那個 瑞典肉丸 大家可以去看 第七點 我覺得瑞典男生呢 對於香味品味算是蠻好的 我特別注意到香味呢 是因為 第一次他跟我正式約會的時候呢 他就噴了香水嘛 我就覺得 哇 真的是好好聞喔 不像某些台灣男生噴的那種 真的是又重又臭 我不曉得為什麼 我每次在捷運上聞到的 都是同樣的那種味道 最後我跟我男友在約會的時候 噴的是那種 就讓人聞起來非常舒服的那種 第一點就讓我非常的加分 除了對香味注重以外呢 對於體味也很注重 不要舉例台北捷運的例子 因為真的是很臭到了夏天 每次呢 我都會 故意選女生比較多的位置 要不然呢 你真的就會聞到男生那種 汗臭味很重 這就是不同的地方 因為我覺得 北歐的男生呢 比較會注重自己的體味 他家裡就會準備了不同的 腋下質和劑拉那種 有香味的 再來呢 還有就是 對於家的味道 我剛到瑞典的時候 一下飛機 他就是到 Zara Home 去那邊說他要選一個香氛 他挑的味道我也是蠻喜歡的 所以我覺得呢 這種對香氛 不管是 個人身上的香氛 或者是 體味的香氛 或者是 家裡的香氛 我覺得瑞典男生呢 在這種香味的品味上 真的是 是好的非常多 第八點呢 甜言蜜語 擋不住 真的是擋不住耶 就從我們 認識到現在 就是他會不斷的稱讚你 讓我覺得 非常的開心 我們第一次在菲律賓認識的時候嘛 第一個晚上 就對我一直說什麼 眼睛很漂亮啊 很喜歡看我笑啊 什麼之類的 就覺得天啊 他也是太會撩了吧 當然我覺得外國男生 對於稱讚女生這種事情呢 都是不吝嗇的 但有些是那種 色色的講 有些就是讓你覺得 聽起來很開心 他是屬於聽起來很開心的 甜言蜜語呢 不吝嗇 在情侶上來說 非常重要的 像我以前交往的 台灣男生來講 我說我今天有化妝耶 他說有嗎 我今天畫了不一樣的眼影耶 好像鬼喔 台灣男生對於 女生化妝這種事情 還不太會欣賞 或不知道用什麼方式 去稱讚女生 欸你今天畫的好漂亮還是什麼 反正他們就是看不懂就對了啦 這讓我感覺到印象非常的深刻 就是我有一天跟我男友出去約會 那時候流行橘色 那我就用一點亮片啊 在眼皮上 然後在眼尾用一點點那種 漸層的橘紅色 他就會說 哇你今天的眼影換了不一樣的喔 很漂亮 這點算是我在交往的經驗來說呢 真的是非常不同的地方 第九點 我的男友呢 非常可以接受亞洲的食物 我那時候 他來台灣 我帶他去吃過 機心啊 在這邊我也有煮那種 雞針啊 跟那個壓血 其實他都可以接受 那他唯一沒有辦法接受的 就是那個臭豆腐 他算是蠻open mind 所以我覺得算是非常好的 因為機心機針壓血 這三個我都非常的愛 好那再來最後一點 瑞典男友呢 非常獨立自主 絕對不是媽寶 或者是爸寶 大家對這個話題非常敏感 因為王立宏事件真的是 天啊怎麼會這樣 回到我們今天的主題 在歐洲地區我曾看過一個調查 瑞典算是很早很早 他們每個人都會離家 然後搬出家自己去住 大概17.5歲吧 如果沒有記錯那個調查的話 那越往南邊呢 比如說義大利年齡越大 義大利好像才30歲 才會搬出家裡去住之類的 當遇到事情呢 他們就會第一個想到的就是 就是自己去解決 我覺得我也算是蠻獨立自主的人 所以這一點上 他跟我就是非常的契合 講了這麼多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今天的主題 那如果還想知道 其他關於瑞典啊 或者是瑞典男友啊 的一些問題的話 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給我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分享跟訂閱喔 我們下次見 嘿咚